嗨,我是影獸 今天我們要玩的是 柯里納卡 排位賽 我在5-5造型寶箱抽到 它的造型 永久造型 我們就來體驗看看造型的特效 它是比較型的,應該是有特效 我沒有特別去看造型 沒有特別去看造型 好,沒有特別去看造型 沒有特別去看造型 沒有特別去看造型 我們現在要按照影片 我現在要按照影片 你會拿到影片 哇,這個金黃色的誒 看起來就比較...高級 上面不一定比較好看 至少看起來就比較氣派 難以想像真的那個 一隻金黃色的甲蟲出現在的運氣 其實我至少只是在修造型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那個 芝芝沒有玩的非常的好 不普通通 我嘴巴有點通的就有氣象 實施造型 遊戲開始了 我完全沒用這隻 所以我開始常在八了 所以我覺得甲蟲看起來本身就是一隻野果 有沒有這樣覺得 那種野果在一起非常的合 野果是蟲 我是那個怪獸 你看這隻 剛剛右手邊紅色這隻 也是蟲啊 我不是怎麼跟甲蟲很像 那為什麼不自己當一個那個 一個野果 相信要找的速度可能比較慢 可是後期你看 你 你的進程之後就比較 比較快 柯里希很多的時間 我們不要沉他的那個 十五八 好太早了 哇 他真的不錯 像這樣很笨 柯里希 改強 但是現在還是沒有改強 這要稱霸 S1 跟S2 的賽季 就是那時候 最強的法師 但是現在 已經不是這個狀況 看我看到一個 有人 就是你啊 就是你啊 或是打野 這件蟲頭 算蠻重要的野怪之一的 魔王 他地位僅次於 凱撒 是傳說熱血裡面 第二重要的野怪 第二重要的野怪 是傳說熱血裡面 第二重要的野怪 給我一些 遊玩的建議 沒有來不及 在那個 近年結束前提的阿蘭哥 上次來先跳一下 就把它當作位移啦 跳 二級光劍 我想用雲劍點一下 這次還在冷卻 那就要二級喔 幾次 請 喔阿蘭 阿蘭 真金金金金金 我給它跑喔 可惡 感覺不好 因為我剛剛那個失誤 還有七三速燒一個 那兩個人 為什麼不再 站裡面一點呢 這麼一分 有可能 剛剛那個 跑掉的那個景 看到我擋去 這個擋去就是我手 滑了 很大力 感應不太好 我手機各有油缺點 像我之前的手機很跑慢 但是觸控基本上是沒處理 那這次就是觸控比較不好 至少不會排斥度 可以看到這樣飛出來 然後 我們過來去 用 一二級 七殺 摩尼 就是把我使用一二級 就推 開到時候 都沒有人來輔助它 反正 就這樣 然後 黄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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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 這樣 不 如果你是 那我等於計劃我們來的瞬間就是 幹藥神奇就是幹藥 就是讓我們這場優勢還蠻大的 就是因為打野和技術 目前315 我不曉得奧運 不曉得看他們打的狀況 讓他們推打推超多 這整個殘血 可惜我們還是沒這樣 拜託保衛網能踢到那邊去 哇成功 成功抵達 我鞋子都不一樣 而且我要配遊蕩子 遊蕩子在大招生日子 讓跑速變得快 在此封軍大戰 只要大招有一個加速 配遊蕩子 其實是ok的 但是走路慢不見得要配遊蕩子 走路慢就是輸出型 輸出你就是要配那個 屬於他的專屬性能的鞋子 不是只配遊蕩子就好 嗯 哲學大招一下 輕微堆穗 輕微堆穗 聽一下 中路 敵方 只剩下兩個人 還有三個人 四個人 跟正兒 所以我沒有辦法偷他 我嚇死我以為是敵方的警 知道他怎麼重現過 因為他們把另外一座塔給推 阿萊的輸出 阿國 訂 控場 讓我們最大的 或復活賽者沒關係 小心阿萊 那錢六億 我們贏了 我自己一開手就順風了 其實不難的 對阿 喜歡我的影片 一樣按一下讚 別分點了 我難得克里娜還回來不錯 很久沒玩可以玩就這樣 記得訂閱我 記得按照我們影片就這樣結束了 掰掰